聖誕節到酒吧狂歡 沒想到就變成了是流血衝突了 25號一名林姓男子 因朋友邀請一群十多人 到花蓮市一間酒吧來相約 沒想到散場之後呢 招人推擠引發口叫 其中一名黃姓男子 更是拿出玉長刀血攻擊 造成林姓男子腹部重刀 當場倒地 黑衣男不斷向警察求救 邊講邊指著蹲坐在斑馬線上的一群人 現場一片混亂 看到朋友肚子被力氣捅傷 男子心急如焚 25號耶誕節這天 他和朋友到花蓮市的酒吧狂歡 準備散場時 兩名嫌犯突然朝他的朋友走過去 沒多久雙方爆發口叫與推擠 過程中黃姓嫌犯情緒激動 手裡拿著遇藏力氣攻擊 害對方腹部受傷 當場倒地不起 發現患者倒落在旗樓邊 疑似有被刀砍傷 又下腹有疑出約3到5公分的開放性傷口 初步我們給予肢解包紮 患者衣食清楚 我們立即送往實際醫院救治 經送醫診之後無大礙 警方立即請到鷹眼小組掌握涉案人身份 並在某間旅館店內 棄獲一名涉案人盜案 另一名涉案人已掌握身份 陸續通知盜案說明 嫌犯被依傷害罪嫌韓送法辦 各界了解嫌犯與傷者兩人有共同好友 大家都選在同一間酒吧喝酒歡慶夜誕節 疑似先在店內起口角散場時 俠路相逢分外眼紅 雙方爆發流血衝突 讓歡樂夜誕節變成恐怖血行業 記者林千一徐立琴花蓮報導